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1月22号星期三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个警惠一堆 旧金山峰会文明碰撞,中美权力再分配,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 我们先播报11月22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美联社报道 11月22号美国和加拿大边境靠近尼亚加拉瀑布的彩虹桥 发生了车辆事故,造成两人死亡,一人边境官员受伤 目击者说有一辆汽车从加拿大开往美国,汽车速度非常的快 像炮弹一样 开到彩虹桥美国一方之后 为了躲避其他的车辆,紧急撞上了护栏 汽车飞向空中,然后坠地燃烧 火焰有十几米高 FBI联合反恐任务小组正在和纽约州警察合作 监控所有的纽约州的入境点 福克斯新闻报道说 发生事故的汽车上有爆炸物 不过纽约州州长霍楚尔表示 事件不涉及恐怖主义,11月22号是美国交通 最繁忙的一天,为什么?因为是感恩节,感恩节马上就要到 所以很多家庭都 出去玩,所以很多人在 去机场 出去开车出行 非常繁忙,所以这件事情发生让大家非常意外 第二 以色列国家安全顾问叫哈内格比,11月22号 发表声明说 哈马斯武装分子释放人质的时间推迟到10月24号 媒体之间报道说,11月23号上午10点 双方将暂停 交火,那么哈马斯释放人质 那么美国总统拜登说,哈马斯将会释放 三名美国人,包括一名三岁的女孩 这是哈马斯 扣押的唯一的一个美国儿童,那么路透社报道说 巴勒斯坦官员说,哈马斯这个星期将会释放50名人质 之后还会在本月晚些时候 再释放50名人质 以换取以色列再释放150名巴勒斯坦囚犯 这意味着240人 240名被哈马斯绑架的人质当中 有100人获释,另外 11月22号以色列军队继续 攻击加杀,那么 搜寻哈马斯武装分子 哈马斯武装分子则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 那么11月22号下午,以色列向叙利亚首都大马斯格 周边的地区发射了两枚导弹 另一方面 法新社报道 以色列军队11月22号 护送20多名记者 查看了 这个西法医院的地道 那么记者爬进去只有几米宽的地道 地道里有很多电线 那么同行的以色列第7旅的指挥官 叫处理说,这是一条非常长的隧道 他是从加沙城一路通到 西法医院 记者还看到有一个房间 里面有水槽、厕所 空调和两张床 处理说,哈马斯分子躲在地道里的时候 就住在这样的房间里,利用医院做掩护 第3 台湾总统选举的报名将会在11月24号下午5点截止 那么时间就越来越逼近,侯友宜、柯文哲、郭台铭 仍然在 隔空谈合作 但是没有任何的行动 自由时报报道说,11月22号 柯文哲和郭台铭计划 跟侯友宜举行会议会谈,但是最后 侯友宜变卦,没有见面 侯友宜说会谈改在11月23号上午 马英九的办公室举行,并且已经到现场等候 那么柯文哲竞选办公室的发言人说 侯友宜上午曾经打电话告知 会谈的时间和地点 但是柯文哲没有答应出席,说侯友宜是认知错误 11月22号晚上 柯文哲竞选办总干事黄珊珊 在脸书上发帖说 柯文哲将会以台湾民众党总统候选人的身份 奋战到底 这句话应该很清楚 有人看不懂吗 他就是 不愿意跟国民党合作呗 这应该是讲给侯友宜听的 那么到现在国民党一直没有副总统候选人的人选 那么原定是11月22号举行中常会 决定副总统人选 但是侯友宜要找柯文哲做副手 所以就推迟了中常会 前立法委的郭正亮 前立法委委员郭正亮 11月22号 参加网络节目说如果蓝白合作破裂 侯友宜90%会找国民党的 智库执行长叫柯智恩 柯智恩做副手 那么柯智恩是心理学家2016年到2020年担任立委 2022年落选高雄市长 那么今年被国民党列入不分区立委的名单 那么郭正亮说柯智恩一心要回立法院 但是国民党要他做侯友宜的副手 他没有选择又不能拒绝朱立伦 所以 又不能拒绝朱立伦也不能拒绝侯友宜 那么所以说据说他哭里晚上 很搞笑啊 郭正亮还说 侯友宜有10%的机会找 前高雄市长余国 韩国瑜做选总统 那么认为侯韩配 能量会大于侯科配 但是韩国瑜不大可能去选副总统 基本上是这样 都是为了权位 美丽岛电子电子报发布11月21号 进行的民调 那么赖清德支持率是30.4% 环比下跌了2.1个百分点 那么侯友宜是27.2 环比上升了5.3个百分点 柯文哲升了2.5那么郭台铭升了0.2 相信是总统登记截止最后一次民调 那么10月24号以后选举就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 这是第3第4 美国劳工部11月2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上个星期美国新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 20.9万 环比下跌了2.4万 持续申领失业救济的是184万 下跌2.2万 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10月份耐用品订单 2794亿美元 环比下跌了5.4% 跌幅高于市场预期的3.2 那么扣除运输项目的耐用品订单环比视频 扣除飞机等 这个非国防 资本订单下跌0.1 那么市场原来预期有轻微的增长 那么另外美国密西根州大学的公布的数据显示 11月份美国消费者新型指数 中值是61.3,下跌了2.5 那么消费者对经济现状的指数 68.3,下跌了2.3 预期一年后的通胀4.5%,上升了0.3 基本上这些数据都非常的强劲 这几个数据都非常的强劲 那基本上你看不到经济有放缓的迹象 软着陆 在我来看这根本没有着陆 还在 还在半空中了,没有着陆 第五 中美航空合作项目招待会11月22号 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官邸举行 在招待会上中国民航局局长 叫宋志勇和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举行了会谈 双方讨论了大幅增加中美航班 加强两国民航合作的事宜 那么中美两国民航主管部门以及波音公司等航空界的代表 参加了招待会 中美航空合作项目是2004年开始 是美中民航领域交流合作的重要渠道和平台 那么宋志勇是在招待会上致辞 欢迎美国航空相关企业 到中国经营发展 共同推动 全球航空业的发展 那么11月9号 中美直飞航班从之前的每周48班 增加到了70班,那么比疫情前每周 340班 还差得远 第六 日本海上保安厅是1月2号 协助菲律宾海岸警卫队 展开海上演练 目的是增强菲律宾的海上防务能力 那么近几个月,中国海岸警卫队多次危险拦截菲律宾的船只 向菲律宾船只发射 军事级的激光和水炮 那么这次演练有100人参加,历时6个小时 日本还派遣三名专家 为菲律宾海岸警卫队 提供两个星期的训练 加强海上守卫能力 美国菲律宾军队是11月21号 开始在南海进行联合空中和海上的 巡航,那么美国和日本又在 都在支持菲律宾应对中国的侵略性行为 第七,韩联社报道 朝鲜11月22号晚上11点 在平壤的顺南一带 向东海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 韩国军方估计这次发射失败了 那么这一次朝鲜是11月21号 先发射了一颗间谍卫星 然后再发射导弹 接连发射卫星导弹,韩国总统使 韩国总统使 宣布从11月22号起 停止履行919军事协议 有一部分的条款 2018年9月,韩国与朝鲜 签订了919军事协定 其中第1条就在朝韩 朝韩分界线设立机飞区 韩国国防部说,11月22号下午开始 派出无人机在 朝韩边境进行侦查,侦查工作将会不分昼夜进行 恢复到2018年9月前的水平 朝中社报导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11月22号 在航空总局视察 查看了间谍卫星传来的图片 卫星图片还显示 美国安德森空军基地 阿普拉港等 报道说,朝鲜的卫星将会在12月1号 开始执行侦查任务 不过韩国总统使说 朝鲜的卫星虽然进入轨道 但是能否锁定地点拍照 传来有价值的情报让人怀疑 我也怀疑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俄罗斯本身他的卫星技术就很普通 第八,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 11月22号发布报告显示 中国政府以合并寺院的名义 大量的拆毁清真寺 中国政府在宁夏、青海、云南、甘肃 推行寺庙 病寺政策,将清真寺改为非宗教用途 拆毁清真寺的原顶 拆毁宣里塔等伊斯兰建筑特色 2020年到现在,宁夏的清真寺 数量已经减少了三分之二 根据中共的文件 2020年一年,甘肃省 靠近宁夏的回族自治州 和阵线 合并了清真寺10个 改造阿拉伯风格清真寺31个 那么小岭乡合并清真寺5个 大韩乡合并清真寺2个 改造清真寺26座 广河县注销了清真寺12个 关闭了5个,改造了5个 那么中国各地有回族 穆斯林这个因为公开 公开抵制这个清真寺合并 被政府迫害 2021年1月,宁夏以寻衅滋事罪 起诉了5名回族 回族 回族少数民族的市民 因为他们带领20多名村民 到村支书办公室对合并清真寺表达抗议 那么基本上旅美穆斯林组织 马俱说 中国政府之前 打压清真寺的穆斯林 去清真寺的人减少了 那现在就以人少为由,又开始合并清真寺 用这种方式 第九 网络微距 叫黑莲花上位手册 11月16号上线 爆红才两天 11月18号就被全网下架 理由是渲软极端仇恨复仇 那么中国网络微距迎来了严打 引发这个行业的恐慌 那么黑莲花讲的是 讲的是这个淑女复仇 制作非常好,非常精良 被网民说是短剧里面的甄嬛传 那么黑莲花上线24小时,第一集观看 观看量 就达到了975万 那么充值就突破了6000万 上线48小时 快手的总播放量达到了 这个1121万次 那么抖音的充值就达到了1800万到2500万 不过这么火爆的网络短剧,两天就下架 那么基本上快手等平台下架的公告说 黑莲花渲染极端仇恨 以暴制暴 不良价值观 混淆是非 破坏平台的良好生态 我这网信半赶的 基本上 就是 只要你高兴 他就不乐意 他就要干点事情出来 市场研究报告显示,中国今年上半年 微短剧 有这个微短剧481步 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的 454步 那么今年全年的微短剧将会突破800步 充值金额快速增长 今年可能渴望达到200到300亿 相当于中国年度电影票房的一半 广电主局11月份开展微短剧的专项治理 他就是要折腾你 就是习近平不会让大家好过的 所以他这一折腾呢 整个的微短剧从业人员人心惶惶 很多短剧公司开始大幅的修改剧本 那么基本上 就是共产党就是这样 见不得你好 特别是习近平,习近平特别见不得人好 只要你过红货了 他就要收拾你 就是这样 哪个行业都是一样 第10,新京报报道,阿里亚四年全国硕士研究生 考试报名人数是438万 同比减少了36万 那么考研的人数连续增长了8年 今年第1次下跌 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 就算你研究生毕业 你还是找不到工作 你找不到工作那你要读来干啥 所以今年就开始下跌 今年下跌是基于去年 到今年 找工作 史上最难 所以大家就不愿意读研究生 那么最近几年考研的人数持续增长,因为找工作很困难,所以大家去找读研究生 2020年是341万 2020年是341,2021是377 2022年是4437 到了今年是474 457 474 不断的创新高 那今年就跌了 跌了36万 看不清楚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认为 考研人数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就业 对于本科生来说,如果现在能找到就业岗位 就倾向于就业 相比研究生来说更现实一点 还有很多人独立研究生也找不到工作,所以大家不愿意去 11 新京报报道,辽宁省,沈阳市 北京,河南,广东的广州市 他们医院里现在被病人挤满 大部分的病人都是因为呼吸道感染 呼吸道感染,还有很多是儿童 11月21号,病人挤满了北京儿童医院的大厅 华尔德和射生死细 儿科的门诊挂到了2000多号 内科综合门诊的后诊人数已经满了 急诊内科有628人 天津市的儿童医院 最近是每天接诊 13000人 这个护士超负荷工作 有护士类的晕倒 广州的三甲医院的儿科,一般都要排五六个小时 网上的照片显示 有儿童医院贴出通告 说后诊需要24小时 那北京市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王金喜 王权毅说 从儿科门诊的情况来看 排名前三位的病是因为流感 腺病毒还有呼吸道 综合包病毒 那么此前流行的支援体 肺炎病毒已经呈下降趋势 发广报道,世卫组织已经向中国发出正式的要求 要求 提供近日儿童呼吸道 呼吸道疾病和肺炎的详细信息 和实验室结果 世卫组织还要求中国提供 流感 武汉肺炎 肺炎之原体的病原体 世卫组织建议中国采取 防御 措施 降低呼吸道感染的风险,包括接种疫苗 和病人保持距离 必要时进行检查和治疗 感染者要佩戴口罩 保持 保持场所通风和勤洗手 大家都小心一点,最近特别是儿童 儿童特别多 我们来讲讲警徽堆 警徽堆是由几个片段构成的,第1个片段是 深圳楼市洗银新政策 人民银行深圳分行11月22号发布通告 调整二套住房最低首付的比例 那么二套住房贷款 最低首付由原来的普通住房是70% 非普通住房80% 一起调整为40% 就是原来不让你买二套房,因为让你首付 70% 80%你就不用买了 那现在就直接全部调整40% 40%还是可以承受 所以 那么当天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 调整了普通住房的认定标准 那么取消实际成交750万的 这个以下的这个限制性条件 保留这个小区的容积率 和套内建筑面积两个指标 就普通 普通住宅的标准就减少了 深圳一次通过一次性的推出两个政策 一方面是要降低居民购买二套住房的资金门槛 另一方面扩大普通住房的范围 降低购房成本 那么广州市在8月份 8月底 实施了认房不认贷之后 随即将二套房的首付比例 由原来最低7成 降到4成 那么首套房的利率也由原来的 这个LPR 这个LPR降到LPR减10个基点 二套房 利率下限由原来的LPR加60个基点 降到加30个基点 那基本上深圳就成为 一线城市当中 第2个 降低二套住房首付比例的城市 医治研究院的总监严耀进认为 这次降低这个二套房首付比例 是一线城市认房不认贷之后 又一个政策放松的版本 那么一线城市房贷政策 进一步放松 利好改善性住房的需求释放 那么提振换房需求 大户型住房的有利于大户型的住房销售 那么一线城市的基本上深圳的房价跌得最惨 广州赤支 北京上海北京跌的小一点 但是北京惨在学区房 学区房被折腾 那么微博微博有一个用户叫 洪胜楼记 最近出了一个他统计的数据 他基本上覆盖了深圳 所有的小区楼盘 我就具体不说了大家去搜一下 看得到 叫洪胜楼记 洪胜楼记 非常的非常的专业的统计 结论是什么我只说结论 结论是深圳整体的房价 距离2021年的最高点基本上是2021年是最高点 跌了多少 跌了30%到40 最高点跌了30%到40% 目前市场成交价 普遍比政府指导价低15%左右 那么对比美国次贷危机,美国次贷危机房价跌多少 30% 30% 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中国的金融系统比美国要厉害呢 不是,其实并不是这样 血是同样在流的 血是同样在流的 美国的做法是呢 流血是吧,流血了是吧,中剑了流血了怎么办 赶紧上手术台 进行 创伤处理 该切掉的切掉,该缝合的缝合,反正就上手 上手术台 中了一剑嘛,你流血了嘛,赶紧上手术台处理 那中国的做法是什么,中国做法是中剑 把这剑杆剪断 用布包包 包起来 看不到伤口也看不到血迹 结果是什么,结果 美国就迅速的切掉那些坏的部分 然后包扎 上药治疗,很快就恢复了健康 所以美国基本上你可以看 美国发生经济危机 他基本上是恢复到最快的一个经济体 他很快就恢复健康 中国呢看上去没事 但是里面还在流血 那时间久了,你是流着流着 血流干的人就会死了 所以现在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问题 就是这样的问题 就是 一件上来这个金融系统重剑了吗,金融系统重了一个很大的一把剑 重剑 但是还在流 就是这个情况 那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有几个,第1个 开发商资金断裂 开发商资金断裂的原因是市场销售 断崖式的下跌 那基本上都在跌 前100都跌,前100跌了20% 将近30%,跌了27% 那么后面的那些就不用说了,那跌的幅度会更大,这是第1个 开发商资金链断裂 第2个 投资者绝技 投资者绝技是什么概念 大概是这样 原来有10套房卖出去 投资者 不是自己拿来住的 是买来放的呢,或者等他涨价 或者出租的 占多少呢 占7套 理解吗 就是10套房子卖出去 有7套是投资者买的 那现在投资者还买不买,现在投资者已经不买了 为什么 当房价开始下跌的时候 投资者就不会再买 也就是说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一下子就失去了70%的买家 这是第2条 第3条 刚需没钱 就是有刚需的没钱 刚需通常就是你没房子 没房的人没钱 有钱的人呢没信心 这就是现在的市场情况 有钱呢他有房 但他没信心 他本来是可以作为投资者去买 他不买了 第3第4 烂尾楼 和房企暴雷 打击什么 打击市场信心 你反正你房企暴雷一个,那你且打一段时间的信心 为什么,因为你在预售 现在楼盘都预售,预售你房企暴雷一个 我这个整个城市的买家都不敢买 新房不敢买 第5 房价下跌 会遏制需求 就算买涨不买跌,一看房价开始跌了 那本来想买的人都开始不买了 我看他什么时候见底 所以呢房价下跌会遏制需求 本来买的人都不买了,这是第5,第6 房地产市场 功过于求 功过于求不是一心半点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有大量的空置 空置住宅 空置住宅那都是 一片一片的鬼城 总之呢 目前资产负债表衰退 正在席卷中国 房地产市场很难启动 在这种条件之下 房地产市场很难启动 那我昨天看到一个情况,讲的是北京 北京的豪宅 豪宅 布了10月份的数据 那基本上10月份 豪宅的新房成交,是成交的价格 和成交量 都一起跌 北京市豪宅总共10月份卖了310套 同比下跌了46% 就将近腰斩 那么成交价是92 平均92 92不高啊 北京 同比下跌了8.7% 那现在北京市 豪宅市场新房 库存有4500套 按照每个月卖300套的销售方法来算 区库存要4年 基本上这个情况 好,这是 这是第1个 这个 深圳楼市喜迎新政策 第2个是中职系举白旗了 中职企业集团昨天给投资者一封致歉信 这些人这么说,他说 这个集团出现之后,拼请了中介机构 进行全面的清产合资 那么初步的净调发现,第一 按照中介机构的统计测算 中职集团现在账面总资产是2000亿 但是这2000亿呢 他这个资产集中在债权和股权投资 而且存续的时间很长 清理的难度也很大 所以资产减值的情况也很严重 就是总共他的账面上的资产是2000亿 这是第1,第2 债务规模巨大 剔除保证金之后 相关的负债本息规模是4200亿到4600亿 那么 初步的净调显示 这个道歉性这么说 他的初步净调显示 集团严重资不抵债 存在重大 持续的经营风险 短期内 可用于兑付债务的资源远低于 集体的债务规模 也就是说中资集团 资不抵债 资不抵债亏空了多少 亏空了2200亿 到2600亿 那么根据财新网报道 6月下旬中资系的四大财富管理公司 恒天 新湖大唐 高盛 那么基本上他们代销的这个定融产品 开始预期暴雷 7月份就全面的停止对付 就暴雷了 那么8月份中融信托 他的资金是无法接续 无法运转 基本上就是 四大财富管理公司加上中融信托,中融信托也是中资系的 这都基本上爆雷了 那也就是说中资系的债务危机开始爆发 就是 7、8月份全面爆发 中资系可以追溯到1995年 当时中资系的老板叫谢直坤 这个创立了中资企业集团 2000年 中资集团进入金融行业 他就重组了 中融信托的前身 叫哈尔滨国际信托 他成为第1大股东 不到10年中资系就在金融系统 开疆拓土 2015年是他的高光年 中资系当时 57家上市公司 那市值过万亿 将近两万亿 2021年12月,谢直坤因病去世 中资系开始景况大转 到今年6月开始爆雷 就没办法做了 那么事实上中资集团违约最初预计是2300亿 那么涉及15万名投资者和5000家企业 结果翻倍 结果翻倍到了4200亿到4600亿 账面资产只有2000亿 所以实际上 习战应该会更少,因为它变现 变现会更少,2000亿我估计 你变现的时候可能只有1000亿 所以中资集团的公告只说了违约 4600亿 但实际上中资集团的债务总额 达到了37000亿 比恒大还要大 所以中资的爆雷 不是4600亿的问题 是37000亿的问题 37000,光中资集就37000亿 中资集团并不孤独 恒大集团是24000亿 债务 碧桂园是13400亿 融创是8500亿 世贸、华夏 新城 富利、澳元 保能 这6家开发商 他们的负债加在一起2万亿 所以这是一个 这几家企业 还能救吗 我觉得很难救的 因为市场 决定它的命运的并不是政策,很多人老是把这个重点放到银行 是不是给它贷款的问题,不是这个 导致他们的困境的是市场 市场没人买 他们高负债 要高流转 快速的销售 销售不动 他就要倒闭 其实都没得救 从保能到世贸全部都没得救 你可以看,我们可以看 不用很长时间 半年到一年时间 马上就见分枭 这是另外一个,马云 讲讲马云,一炮两响 11月16号,美国证交会 证券交易委员会,简称证交会 SEC 公布了一个144文件 这个144文件讲的是 马云家族 他有两个信托基金 他两个信托基金计划11月21号 分别出售 500万 阿里巴巴的股票 通常我们叫,在美国叫 纯托凭证 ADS 其实就是股票啊 那么加在一起就1000万,1000万股 那么阿里巴巴11月15号收市 87 那么1000万那就是卖市值 8.7亿美元 那当天晚上马云出售阿里股票的消息传出来 加上当天阿里公布的财报 结果了阿里巴巴股价大跌,一度跌过9% 那么到了11月22号 也就是 美国证监会证交所 证交会 证交会公布 马云卖股票的第2天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的合伙人 首席人才官蒋方 18楼汉之一 就在阿里巴巴的内网发帖 辟谣 蒋方说 说这个自从上个星期四 集团公布季报之后,马老师马云 他们最喜欢叫马老师 马老师减持阿里股票 计划的公告以及媒体的报道 让同学们误以为马老师不看好公司 他说我在这里澄清一下 澄清什么呢?他说 马老师的办公室 为了在国内投资这个 国内外投资这个农业科技 和公益试验 等项目需要资金 所以呢今年早些时候呢 就和这个股票经济 按照这个美国证券法的规定 就是要减持股票 要对外公告 公告 那么11月16号刚好是这个 设定好披露的时间 但是这个股票经济的不知道这一天正好是公司 公司发财报的日子 所以这个巧合呢就让外界觉得 产生误解 因为马云不看好 不看好这个阿里巴巴 8月份当时的订好的售价 远远高于现在的价格 所以马老师一股都没有卖 他意思就是马云就没卖没卖股票 他说马老师办公室的对外发过一个声明说马老师坚定的持有阿里 他说这不是套话是事实 阿里股票现在 大大低于阿里巴巴的实际价值他不会卖的 这是第1个 第2个 关于阿里巴巴裁员 25000人的谣言 他说这两天 谣言就传得有鼻子有眼 还编造我们如何去 去人设部门层层申请 批准的这个故事情节 他说我们已经集团已经报警追究这个造谣者的责任 那么希望可以早点看到造谣者承担责任 那么基本上 我先说第2点再说马云吧 根据最新的财报阿里巴巴今年第3季度减少了3720人 一个季度 裁了3700人 那么去年 全年阿里巴巴裁员19,676人 大数就是2万人 去年阿里巴巴裁了2万人 那么今年一个季度裁了3700 你就当个大数4000吧 那么也就是说 估计呢 会裁个1万多人 那么你现在说阿里巴巴明年裁2万5 老实讲我信 为什么 阿里巴巴一改组一开6 就是拆成一拆6 目的就是为了裁员 就目的就是为了让裁员这件事情 干得这个风光亮丽的意思 所以 蒋 这个蒋 蒋方报警我觉得过分 随便说一下 重点讲马云 蒋方说马云要投国内外的农业科技项目要要搞公益所以要卖股票 卖股票筹钱 蒋方这个话非常扯 马云是谁 他投点这个项目要卖股票 太搞笑 阿里巴巴 今年分红 182亿 马云分多少 马云就分9亿 什么项目 会超过9亿 要卖股票 太搞笑了 你就说他马云在搞这个慈善项目 马云在搞农业科技项目 我没意见 但是你别帮大家当傻瓜 这太扯了 另外他说马云看好阿里巴巴他不会卖阿里股份 这也非常扯 为什么 卖股票就不看好公司了吗 马云是阿里巴巴的创始人 你说有谁 会比 马云更看好阿里巴巴呢 马云卖阿里巴巴的股票跟他看不看好没有关系 他不是投资者 他是创始人 这脑子脑子不好使 另外 再讲一个 马云这些年就没停过卖阿里股份 我们就很简单嘛 2014年 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 马云当时持股是 7.8% 7.8% 核算一下 大数2亿股 2亿股 那么到了2019年6月 7.8%降到了6.2% 其实的股份是 股份 到了11月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 马云的持股量下跌了 6.2% 6.2%又减了0.2%上市就减了 当时的软银是25.2 蔡重庆是1.9 到了2021年的12月底 马云的持股量进一步下跌到4.5% 那基本上 你想一下这些年马云卖了多少 马云卖掉了阿里巴巴3.3%的股票 合计大概是8600万股 他现在手上应该还有1000万股 配发的不算 就是原始股都是原始的按照原始计算 也就是说马云过去几年 他卖的阿里巴巴股票 卖了多少86亿美元 这不包括马云在2014年上市前卖的股份 也不包括马云卖蚂蚁集团的股份套现 而且 马云每年都分红 分红给马云带来巨大的收益 所以基本上 所以马云卖股票碰上财报 老实讲这很差劲,说明什么 所以马云已经不关心阿里巴巴 并不关心 他怎么会不知道 理论上他应该知道 当然其实 其实这次马云卖股票 出事,有很大的反响,主要不是跟财报撞上 主要撞上谁 撞上的是中美峰会 习近平跟马云,跟这个拜登举行的峰会 习近平和拜登11月15号举行峰会 然后呢举行峰会之后呢,习近平就跟美国的CEO开会 开会干什么呢?请大家去回到中国投资 结果趴,马云卖股票 习近平觉得什么 觉得打脸呗 这才是事 这叫什么,这叫一炮两响 马云卖股票一炮出去 股价趴跌到地上一响 习近平脸上趴两响 结果怎么样 马云股票卖不成 所以马云命中 就是碰上了习近平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是旧金山峰会 文明碰撞,中美权力再分配 中外交部发言人形容习近平跟拜登的峰会是中美关系史上的里程碑 那中国官媒也把这个这场峰会 说成是中美关系 这个花团紧簇的双赢 不过呢 中美峰会在欧洲眼里有另外一番紧致,我们今天讲讲 欧洲媒体的看法 法国世界报11月22号刊出了他们的社评家 科夫曼的专栏文章 文章这么说,他说 习近平和拜登的峰会 挑战者身份变了 但是美国仍然站在领奖台的顶端 作者说的挑战者 一个是已经崩溃的苏联 一个是习近平领导的中国 挑战者原来是苏联 现在变成了习近平的中国 那么文章的 核心的表达 他是拿 1989年12月 2号到3号 在马尔他举行的美苏峰会 和 最近在旧金山举行的 美中峰会 进行两种有历史感的对比 美苏峰会 举行前 前三个星期 柏林墙倒塌 柏林墙倒塌之后呢 美国总统布什 他想看看这个 爆发革命之后,戈尔巴乔夫的反应是什么 所以就安排会面 这个美苏峰会 当时的美国呢,担心的是什么 担心是苏联突然在混乱中倒塌 啪一下子解体 很担心这个问题 所以呢,当时戈尔巴乔夫埋怨,这个科尔 急于统一这个东西德 就开始 其实他在会谈当中讲了很多这件事情 这让布什放心下来,为什么 因为苏联已经不把美国当作敌人 苏联不把美国当敌人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冷战结束 那34年过去 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 拜登和习近平 在旧金山相会 仍然是两个超级大国 挑战者换人了 中国把苏联的继承人俄罗斯挤到一边 自己就上去了 中国像流行般的上升 又如苏联般的崩溃 从对作者来看 虽然挑战者变了 但是全球第一超级强国 仍然站在领奖台的顶端 所以宣布美国的衰落为时尚早 美国经济很稳定 2022年美国的GDP占全球的四分之一,25% 中国占多少,18 欧盟17 俄罗斯 2 所以中国官媒攻击美国的语调突然没有了,消失了 就像戈尔巴乔夫安慰老布什一样 习近平很包容 他说地球之大,容得下中美两国 足以让两国都繁荣 习近平在会见拜登之后 和美国商会 共进晚餐 他说中美合作的大门不会关闭 反正习近平前说后说都是讲经济 讲投资,为什么 因为中国经济正在遭遇逆风 而中国人口崩溃是灾难性的 科夫曼分析说,美国现在不会 像当年对待苏联那样 希望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 拜登的礼数周到 但是刚建完习近平之后 扭过头去 就把习近平 叫他的独裁者 中国的反应也就是应付一下 中国官方媒体更是胜赞 这个中美双赢 但是文章说 其实 习近平 在经济 在技术上 一无所获 是世界报 那么非加罗报,非加罗报刊登了 法国的经济学家尼古拉 巴维莱茨 的文章,这文章的题目叫美国重新赢得对中国的优势地位 文章说 习近平拜登这个峰会进展有限 基本上什么都没有改变 美中的竞争是全面的 是专制帝国和民主国家 生死较量 他说中国既没有放置 放弃 数字极权主义 也没有放弃帝国主义 既没有放弃 到2049年 取代中国的愿景 也没有放弃 建立后西方秩序的野心 中国什么都没改变 西方国家现在看得很准 美国对中国实施经济技术和军事遏制的战略 没改变 这是民主党 共和党唯一的共识 然而 旧金山的气氛变了 拜登把理性管控竞争的理念 和议程 强加给习近平 习近平面对战略上 面对战略上正面对抗的失败 习近平选择了战术性的后退 他试图说服美国的商界 重新投资中国 那么中国的事态 转变反映了 主导21世纪历史 的中美力量对比 天平开始向美国倾斜 巴维莱斯认为习近平赌东升西降 所以他过早的向美国发动了攻势 他为这个错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为什么 因为习近平肆无忌惮的挑衅 和绝对权力的滥用 唤醒了美国 所以美国开始调动亚洲盟友的力量 和中国对抗 使得中国线路的停滞 所以中国目前面临一系列的危机 人口出 人口出生率的崩塌 经济增长从9.5%跌到了3% 三个大学毕业生有一个失业 美国从中国进口今年倒退了24% 当然美国也远远谈不上重徽帝国的辉煌 那么阿片药物危机 这个疫情冲击 公共债务过高 川普体现的社会分裂 民主价值观的破坏 这都给美国带来的沉重的打击 那么即便如此美国的GDP超过中国的一半 5年前是三分之一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半 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 美国重新获得了软实力的力量和吸引力 巴黎维斯认为旧金山峰会 是文明碰撞的小插曲 他给我们上了一个宝贵的一课 哪一宝贵的一课 21世纪不一定是中国的世纪 第2 以中国为代表的专制帝国 并非无懈可击 更谈不上不可战胜 3 民主国家 一旦确定 并且实施长期的战略 保持耐心和持续性 会让民主国家 最后取得优势 结论是什么 结论是 无论是美国 还是欧洲 民主政体的衰落并非不可避免 这取决于 人民的意志 和领导人对当前局势的 清醒认知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今天主题想多了 好 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的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我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Patreon服务 Patreon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没有广告 第2个是有音频,开车上下班 不想看广告可以订阅我们的Patreon服务好吗 我们Patreon服务需要大家的支持 好,我们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中共撒钱支持的国家 中国人去了就像行走的钱包 被当地海关警察敲诈 甚至专门给中国人开小费勒索通道 以前是东南亚,像菲律宾越南这样的国家 后来是非洲国家 现在在南美 也遇到勒索 虽然中国人喜欢塞钱了事,也有部分关系 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想塞钱 找大使馆也没办法 请问王老师 中国人普遍在海关被载 而且越载越狠,中国出卫大使馆为什么视而不见 这不是上市国格吗 中国大使馆是来做情报工作的 做当地人工作的 是做统战工作的 不是做领事服务的 领事服务只是白白样子 你千万别信 他在中国就没有为人民服务 他跑到外国会为你服务吗 我不相信 我根本不相信他们的 他们的诚意 所以你别觉得这件事情领事馆会管 他管也是领导看的时候,他才会管一下 观点美国次贷危机是金融危机,不是 房屋过剩 目前中国的情况不同 因此相对而言,美国都是小问题 至少有明确的药方可以用 次贷危机是金融危机没错 但是次贷危机的标的是什么 次贷危机的标的是房子 是房地产 中国的问题也是房地产 其实 我们现在看到的 中国的房地产引发的金融危机 就和次贷危机是没有区别的,是一样的 都是 都是房地产危机 外溢到 银行 最后银行出事 一样的,都是同样的问题 不是房屋过剩的问题,是房价下跌的问题 房屋过剩 房屋过剩是其中一个表现 不是主体的问题 主体的问题是什么 房价下跌 提问,请问王老师,从特朗普到阿根廷的特朗普 再到今天的荷兰特朗普 他们都代表了什么样的思想 或者他们执政会朝什么样方向走 这会不会形成西方社会的主流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阿根廷特朗普 叫他阿根廷特朗普 其实是一种比喻 容易让大家理解 但是其实还是有区别的 区别还蛮大 包括这个荷兰的特朗普 叫是这么叫 但是他们有一定的共性 但是他们差别很大 所以我不觉得 真的可以把 川普 这几个都叫成川普,我觉得这是 这是不对的 我不会这么比喻 那是个比喻 不要把比喻当成本质 好吗 情况,阿里巴巴8月份的股价90块钱左右 现在80左右 蒋方说8月份的股价远远高于现在股价说法,显然是撒谎 况且马云减持股票 减持的是原始股,并不是后来买入的流通股 这明显是不看好股票 阿里才卖股票 况且马云减持的家族股,蒋方不是家族代言人 不能够代表马云家族发言辟谣 没有原始股,就是股票 只不过呢 股票分很多种 有A股,B股 但是理论上来说,马云持的股票跟你在 市场上买的股票是没有区别的 理解吗 没有原始股,中国股 中国股市才会有原始股 股票就是股票 但是有些股票叫A股,B股,那是 股票设计好的 跟你是不是创始人没有关系 观点,中国是社会 系统双轨制 B轨 负担了太多A股的支出 现在的养老是2.5比1 如果维持现状,5到10年养老就崩塌了 还在下跌 请问王老师,微软开除奥特曼 微软不是微软开除的 是OpenAI董事会开除的 和AI董事会开除有什么区别 有区别 有区别 为什么 理论上来说,微软是没有权利开除 开除奥特曼,因为 只有他的董事会有权开除他 那微软要开除他,肯定要通过这个董事会 来开除他 那如果董事会拒绝开除他,他也开除不了 但是他可能,可能他在董事会占有更多的席位 他有控制性的席位,那他能够做到这一点 所以其实这两件事 事情是完全不一样 如果真的是微软动用他的 权利去开除这个奥特曼 说明什么 说明这件事情是个公司自理的问题 但如果 董事会开除这个奥特曼 说明什么 说明他不是治理的问题,因为他们在同一个机构里面 他不是治理的问题 所以这两个不一样 你观察这件事情的角度就 定位就不同了 这和现代企业不能落入一人之手,有什么关系 现代企业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讲的治理 或者叫治理失败 治理失败就会形成一个什么呢,形成一个 内部人控制的这个局面 内部人控制的局面的后果是什么 后果就是 被掏空或者是被架空 这种事情有发生过 通常我们叫治理失败 观点,戈尔巴乔夫最让人惊讶的是,他奇迹般的让苏联相对和平的 解体了 否则以苏联拥有的核弹 核军队 如果孤注一致有可能引发世界大战 西方国家用料笛从宽的 这种 操作 做法 来分析危险 让危险 更大一点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但是我们对社会主义更了解 我们对共产党更了解 共产党做事情 行吗 不大咋地 他就会,他会收拾人,但他不会做事 同样的道理 他会对付老百姓,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他很厉害,很凶 但是他打仗,咋样,打仗不大咋地 一样的道理 你看那个核武器很凶的样子 有几个能发射出去,发射的出去还不一定 所以孤注一致啊这些 这些 我不觉得 我从来不觉得 共产党的那些东西,那些吓人的东西真的有多大的 多大的效能 他们就是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或者是什么,或者是虚张声势 共产党最厉害的就是虚张声势 都是纸老虎 打一打就知道 观点,一个社会结构千疮百孔七零八落,不会孤注一致 主要是没有那个整合能力就是 提问 请问王老师,美国经济因为高息 有停滞的倾向吗 美联储是否还会加息 我觉得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已经非常的小了 这是第1个,第2个 美国经济,美国利率高,但也没有那么高 高呢 是相对的 相对,相对于3%这样的低息 那现在5% 那或者是7% 这些很高了 但是其实以前美国的利息也就是在5%左右 以前的美国利息 5%是美国的常态利息 你去看一下历史你就知道 所以 只是呢,过去一段很长的时间 很长的时间呢 中国变成世界工厂 中国变成世界工厂,一个非常重,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果 或者是好处 是什么 就是通货膨胀非常低 因为美国的这些超市啊 可以大量的跑到中国去买 买价廉物美的产品 那价廉物美的产品一多了 那美国物价就相对比较低 美国物价比较低 通货 通货膨胀比较低 利率就可以低 所以利率 加上什么,加上互联网 互联网 刺激了大量的资金在投资 然后呢,中国的物价 中国的商品又让物价保持低位 所以美国就享受了一个非常长的低期周期 所以为什么美国经济 过去20年是非常好的,原因是当然高科技 高科技跟互联网有很大的功劳 还有就是中国也有很大的功劳 所以基本上你看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但是实际上以前美国的利率大概都是在5%以上 5%以上是正常 你不能要求利率 3% 当然很多人习惯了3% 但是这种可能性 这种 所以你说的高息没那么高的息 以前比这还要高的有的是 情绪,今年7月全家消费移民欧洲 消费移民欧洲,没看懂 不能参与纳税的工作 舒适期待久了,突然换了新的国家 会不习惯,为了教育,为了精神自由 为了换一种生活方式 也是拼了 想给移民的一点忠告 一 不是带多少钱出国就不焦虑 而是自己有多少造学的能力 才会不焦虑 二 对语言的学习会有焦虑 因为学习语言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不是一朝一夕 说得好,非常好 提问郑州网红,励志夫妻房子烂尾 目前网上舆论火热 请问王老师,接下来中共会不会因为 舆论压力 舆论压力 对这位励志的夫妻 解决问题 我不知道 我猜不到 猜不到 中共呢,中共经常做一些 反人类的事情 明明 大家的诉求是正常,正确的 他也不愿意从善如流,为什么 他不愿意从善如流的目的是 要让大家知道,让大家觉得 说了也没用 理解吗 所以中共经常做的事情 就是 明明知道这件事情该这么干 他也能这么干 但是就是因为你们提了,我就偏不这么干 这中共过去几十年干的事情 这就是一个 没有民意基础的政权 他的发挥就是这样 好鸣谢,谢谢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观看